马公分局接获许是民众报案 发现马公市新村路一新社 公庙内所供奉其先前 放在庙内的两尊神像不翼而飞 怀疑遭窃、婴儿报案 马公分局获报后受理在案 并由监视人员到场财政 另一调约周边监视器及查访相关人 另一查访本辖治安疑虑人口及易销赃场所 并对于该处庙宇加强巡逻及守望 防止窃逃发生 在3月20日14时40分 本分局接获报案 发案人在20日下午前往马公市新村路一新社公庙三拜时 发现日前计划的两尊神像失窃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受案办理 并由监视人员到场财政 本分局意调约监视器及查访相关人 查访本辖治安关人口及易销赃场所 另对于该处庙宇 本分局加加强巡逻防止窃盗发生 马公分局分局长黄正隆呼吁 窃盗的行为不可取 法网灰灰输尔不漏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贪念 做出触犯法律的行为 民众主要本案遭窃神像的相关线索 也请主动联系警方 共同创造良好生活环境 及进化社会治安 记者 陈荣誉报道